它的價格非常的經濟實惠 只用15克才賣200多塊 這顆XXX已經是開架的超級長青商品了吧 我想說 哇 它在2022年還在榜單上 那真的蠻厲害的 哈囉大家好小米 期待大家分享的是 2022年度寶雅的彩妝銷售排行榜 沒錯 我從8總部獲得了一份榜單 那這份榜單是統計了第一季 就是1到3月份的銷售排行榜Top10 那今天呢 我臉上的妝容都是用這個Top10完成的 那想知道這個榜單上有誰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好 接下來我們榜單呢 從第10名慢慢揭曉到第1名 首先第10名是這個 Cathy Doe的凱蒂娃娃顯色柔和實色眼影盤 這眼影盤呢 是來自泰國的彩妝品牌 那他們家蠻常跟一些韓國設計師合作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包裝的時候 覺得就是很韓系的視覺 那這個眼影盤呢 有出3個顏色 我那時候挑的這個蜜桃杏色啊 我覺得是屬於比較春夏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加上他整盤的配色是很繽紛的 我覺得第一眼就是會讓人覺得有泰式 因為像那種比較泰奶色啊 然後他的顏色用起來其實也是屬於明亮度比較高的 那我試用下來我自己覺得他的心得是 第一個他的亮色系上起來是真的有一個亮度在 然後霧面色我覺得暈染度也還OK 但是呢他的珠光色的顆粒感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我自己是沒有到很滿意 但持久度表現也算是中上水準 表現還不錯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這盤的CP值沒有到很高 接著第九名呢是1028的飛機場順俏防水睫毛膏 這支呢想必大家應該不會太陌生 因為他們家的飛機場順俏防水睫毛膏太有名了 就是開架的睫毛膏王 那他算是同系列家族的新成員 那既然用名字就可以知道飛機場就是比較主打仙場嘛 那飛機場他上起來呢就是比較主打濃密 我手上剛好有黑色跟咖啡色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刷頭做的是稍微帶有一點點弧度 那我自己蠻喜歡他刷頭尺寸的 就是對於睫毛比較細短的人 他是可以刷到比較短小的睫毛 再來就是他跟飛機場刷起來的效果不太一樣 我個人覺得飛機場是屬於比較根根分明 可以把你的睫毛拉長 那飛機濃的話就是屬於讓你的睫毛可以橫向發展 變得比較粗比較有存在感 使用下來呢我自己心得其實還是比較喜歡飛機場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那種睫毛根根分明 然後很有神的感覺 但是這款也是他們的銷售熱門款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濃密效果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看這一支 接著第八名是Z.A的美白隔離霜 Z.A一直都是小資女們的愛 那這個美白隔離霜的包裝呢 我個人覺得做的非常的可愛 那手上我拉的是粉色 其實他有出了三個不同的校色 粉色、綠色跟紫色 那我覺得粉色是接受度最高的 然後可以稍微去暈亮你的膚色 他擠出來比較有一點點乳液狀 然後推開來呢 稍微有一點點是乳液就乳霜的感覺 然後稍微帶稠感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如果你是比較偏油性的膚質 這款可能在夏天會覺得微年悶 但是呢 你如果是混合到偏乾的話 這款我覺得就還蠻適合的 總之我覺得他是一個 以開價來說CP值很高的一個 校色的隔離產品 接下來第七名呢 是Lily By Red的全天持久雙頭眉筆 這個牌子呢 其實也是我自看有榜單才認識的新品牌 那他是一個韓系品牌 其實我發現寶雅引進了蠻多新的韓國品牌 讓大家可能不用去找代購啊什麼的 那這個牌子查了一下他算是大有來頭 因為他是來自Mimibox集團旗下的 然後那時候他是找了全玄冰當代言人 在早期還不流行找男偶像當代言人的時候 他就是算是一個開路先鋒 那他們家的品牌風格呢 就是比較粉紅色啊 少女性 所以你看到他都是做這種粉紅色為主軸 這支雙頭眉筆啊 他有出5個顏色 然後我挑的是5號色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設計特色 一頭是這種比較扁平型的眉筆 然後另外一頭是很特別像牙刷的這個刷頭 那就是可以讓你在畫完眉毛之後 可以稍微去把它均勻一下那個顏色 那這個眉筆的膏體呢 我覺得比較有點介於筆跟膠體之間 所以在畫的時候 他不會有那種根根分明一條一條的毛流感 比較像是韓妞那種平眉的那種效果這樣子 那整體來說我自己其實比較用不習慣這種質地 所以我個人是不會再回購 喜歡韓系平眉感的女生 我覺得這支可以試看看 但如果你是喜歡那種根根分明毛流感的話 這支我就比較不推 接下來第6名呢 是Sixing Brand的迷你雜誌彩妝盤 這個牌子呢 我在之前的蝦皮彩妝就有分享過 那他們家的這個迷你雜誌彩妝盤啊 有出到8個顏色色選非常多 然後你看到外包裝的話 他就是因為長得很像一本雜誌有沒有 然後打開也是眼影盒 那我自己覺得他的包裝以開架來說 質感蠻好的 然後也非常的有韓系的感覺 那一盒裡面他有出6個顏色 就是有眼影腮紅 那有分霧面色跟珠光色可以去調和 那我今天呢是用這個5號色來上妝 我覺得他的調色蠻多元的 就是有粉色系啊 橘色系啊 大地色系 那今天我上的這個5號色啊 他叫做奶香杏仁 我覺得就是一個屬於比較想要嘗試大地色系 可以入門的顏色 那他上起來我覺得霧面色很好暈染 然後他的珠光色的那個亮度 其實也還蠻漂亮的 但小缺點就是會有點飛粉 所以你上的時候他可能會沾到你的眼下 但我自己是覺得他整體的調色我個人蠻喜歡 那想要嘗試那種韓系韓妞的那種 自然可愛柔柔的眼妝感的話 這盤我覺得可以入手 接下來第5名呢是 魅點光透柔膠蜜粉 這顆蜜粉已經是開架的超級長青商品了吧 我想說哇 他在2022年還在榜單上 那真的蠻厲害的 那我覺得魅點他們家的東西 其實都還蠻適合新手 像這顆蜜粉 第一個他的價格非常的經濟實惠 只有15克才賣200多塊 喔對說到價錢 我有發現他在網路跟實體有時候會有一些價差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較看看 那這顆蜜粉他裡面附了一個很厚實的粉撲 然後實際蜜粉顏色是稍微帶一點點粉膚色的 我自己用下來我覺得他是比較怎麼講 安全牌的蜜粉 中規中矩 就是他沒有到超級無敵控油 那他對乾肌來說可能秋冬又會有一點點略乾 但是你如果想要找一顆很便宜 然後粉散了也不會心疼的蜜粉的話 這顆我覺得就還蠻適合的 接著我們榜單第四名呢 是Kiss Me的花樣美肌細節控 360度零絲角睫毛膏 我竟然玩錯了把名字背出來了 好 這隻睫毛膏呢算是他們家比較後期推出來的 那很明顯他的管身比起一般市售的睫毛膏都再細小一點 他的刷頭也是 他就是主打 超小 主打說可以讓你的那個很短很小的睫毛都可以被刷到 那我覺得對於那種 有些女生睫毛比較細比較短 或者是說下睫毛比較短的人 這隻就很友善 他刷起來就是可以比較根根分明的效果 不過呢也因為他這個刷頭的特性 他比較沒有辦法真的刷出很纖長很濃密的那種效果 比較適合喜歡給日常自然妝感的人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用一層這個打底 然後再去刷你自己想要濃密 或是更纖長效果的睫毛膏 登登登登登 接下來我們要公佈前三名了 首先第三名是這個 Integrate的柔膠清透美肌粉餅 這顆粉餅呢 他其實這次上榜的是聯名包裝 就是Hello Kitty這個聯名限定組 那因為我手邊已經剛好有這一顆了 所以我還是多買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包裝 但這次我想要就是直接送出這一盒 反正你看完影片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抽出一位直接送他 那這顆粉餅呢 他是在2017年上市 已經過了5年 對 可是他過了5年之後還在榜單上 你就知道後來也沒有什麼 再特別厲害可以打敗他的粉餅 那其實也算是我自己私心 就是有人問我說開架粉餅推哪一顆的時候 我就會講他 因為第一個他的粉質真的以開架來說算很細緻 第二個就是他的遮瑕度也很好 可是不會有那種很厚重的妝感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柔膠毛孔效果也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用粉底液容易過敏啊 或是你平常就習慣用粉餅上妝的話 這顆我個人就會蠻推薦可以入手的 再來第二名呢 這是Cardium的電影女王霧面絲柔唇 這支真的超級驚險 在我們今天拍片的真的是前一刻才收到 因為我跑了幾家寶雅都沒有賣這支 好像不知道是沒賣這個品牌怎樣 總之我們就在網路上買 那這一支唇彩呢 我就講講我剛剛試用的第一印象好了 首先呢 他的包裝我覺得做的蠻美的耶 就是有韓性然後乾乾淨淨 我個人蠻喜歡這種簡約包裝的 再來就是他的色號 我選的是二號色 他是說泰奶色 可是我自己覺得 他沒有很太奶耶 他就是比較偏向楓葉紅色的那種感覺 那他是主打說 上起來是顯色啊 好暈染啊 然後會有那種適合上咬唇妝的這種特色 至於會不會完全不沾口罩呢 我剛剛測試起來 我覺得他是微沾 但是應該不會到完全不沾 那我會再測試看看 如果有後續更多心得 我會在IG上跟大家分享 最後我們要公布第一名了 嗯...自己上鼓聲 Maybelline的濃捲風防水睫毛膏升級版 這一個大家應該都有看到他 廣告我覺得打蠻大的 知名度也蠻高的 但是我自己 其實有點疑惑 為什麼會在第一名 個人感受啦 就是他是主打很濃 然後很捲翹 然後很持久 but 就是這個but 我自己覺得開架睫毛膏好用的很多耶 第一個講濃 我覺得 還可以 就是濃密度 我覺得還OK 那長 鮮長的效果 像我一眼 就是剛剛比較上 1028的鮮長效果 甚至比他的還好 然後捲翹持久度呢 嗯...我自己覺得也是沒有到很滿意 就是一整天下來時間拉長 他沒有辦法像剛上妝那麼的捲翹 所以這一支可能不是我的菜 就是我用起來感受度 並沒有給他到超級高的評價 但anyway他在寶雅的第一季銷售有月銷量4000支以上 難怪他可以是第一名 那如果你用了很喜歡這支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分享心得 或是你用了這個 你也其實沒有很喜歡 那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心得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揭曉寶雅的熱銷彩妝拍行榜 那我發現一個趨勢就是 不知道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戴口罩 其實民眾竟然有6名是眼妝美彩類的產品 可見大家可能在戴口罩下 更重視眼彩的表現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逛寶雅 如果今天的榜單沒有在你心中的推薦清單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再把它買到什麼喜歡的彩妝 那如果喜歡看這個單元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留言給我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